台幕戰第一天那時候結束 就有球迷就說我長得像誰誰誰 然後我一開始以為是說 他以為我長得像子瑜 我就很開心回去 然後我的學長就跟我說 AAPT上面有討論你耶 我就心仰 蛤 剩高嘉瑜 球迷跟我講的怎麼不一樣 我就想說真的很像嗎 就是立委高嘉瑜 這是位全龍小應 一樣留著長髮綁著公主頭 再加上大大的眼睛 連臉書系統都判讀 提醒高嘉瑜可能有你在內的相片 連本尊也傻眼發文自嘲 好多人問我何時開始兼職 直棒啦啦隊了 提文曝光後也引來大批網友朝聖 甚至還敲碗 希望兩人呢何必演出 哈囉裝神新聞網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Dragon Beauty小龍女小應 一開始其實我是因為 要考空服員 那時候也上了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先暫緩報導 在空窗的空檔期中 弟弟就跟我說 欸有啦啦隊在徵選 在那之前就是 我有先去算塔羅牌 那個塔羅牌的那個老師 一翻就說 我跟你說 你應該是不會上 當就是在公佈結果的時候 我上的時候 我其實是很驚訝的 想說塔羅牌老師 算錯了 我還有跟塔羅牌老師說 老師我上了 他說 每個人在那個氣場方面呢 會因為一些當下的關係呢 會有所不同 恭喜你上了這樣子 是 但我一開始去的時候 是又覺得說 怎麼那麼多的疤 我已經快記不住了 然後旁邊的人都是一定 都很OK了 然後我還在想 然後我就那時候覺得 壓力很大 我幾乎每天回家的時候 都一直在想那個舞蹈動作 我記得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很緊張 真的到應援台上面 就是當天的那個開幕站 我就心想 哇 我前面怎麼那麼多人 然後有些人還有拿相機 然後我就覺得 現在要幹嘛 聽到音樂有時候 還沒有辦法反應過來說 嗯 現在這個播的人 是哪一個人的應援 或是現在應該要跳什麼 有一次參加龍象大戰 那時候是跟PS一起 然後那時候去到州 自己幫忙抽獎 結果開場的時候我就跳錯 那時候真的是心裡還好 我想找個洞磚的 大家可能都蹲下來 只有我一個人這樣聚爽 然後我就會這樣 啊 差賽這樣子 每天晚上自己就是練習啊 然後就是想把它練好 然後我就覺得說 怎麼會就是在跳開場 我那天然後跳錯 會蠻難過的 還蠻開心 就是我成為啦啦隊 因為他們有時候假日 還會來就是求差 我爸就會敲一個東西 敲敲敲 就我過去的時候 他就敲敲敲敲敲 有時候我就覺得 啊 好不好你不要這樣子 這樣很大聲 然後他就說 好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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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之前的那個 周邊商品有扇子 然後他就跟我說 扇子可以幫我簽名嗎 然後我就說 好啊 我就說要簽給 他說簽給我啊 我說 蛤 我說你也要簽名 他就說對啊 我不能留我女兒的嘛 然後我爸就說那你可以助我 永遠帥氣嗎 我就說蛤 你還要給我加字 然後我媽媽還要簽青春美麗 我就覺得很奇怪 現在工作也很忙 有時候你知道 忙完之後 隔一天又想要 賴在家休息一下 就覺得好像自己好像也沒有 多餘的時間去就是認識 其他的這個新朋友之類的 一定要幽默風趣 這好像是女生的必備 然後笑順 跳起來好看 那有沒有哪個球員是你的理想師 我比較欣賞就是郭天馨 因為他在接球的時候 我就覺得蠻帥的 就是他會很奮力的追到最後一刻去接球 有時候可能他受傷撞到 我就覺得很敬佩他的這個精神 外野就是天歌的 每次都會跌到球 很多人說你長得很高下來 對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還不知道 因為我們在跳藝人的時候 期間是不能用手機的 然後就有球迷說我長得像誰誰誰 然後我一開始其實聽到什麼什麼魚 以為是說 他以為我長得像子魚 然後我就很開心 我就說 喔好謝謝謝謝謝謝 我就很開心回去 然後我的學長就跟我說 AAPTD上面有就是在討論你耶 我就看一下 怎麼跟我出來那邊 球迷跟我講的怎麼不一樣這樣子 我那時候就嚇到 蛤 蛤 是高家瑜 就有點嚇到 因為我平常就是沒有 被人講過什麼都像高家瑜這樣子 像我一樣 你自己覺得像嗎 可能 眼睛跟就是蘋果肌的地方像 然後剛好那天我是綁那個公主頭 因為我原常綁公主頭 所以可能就蠻像的 他們也是很常敲完我唱歌 但是呢 煎熬呢 或是隱形的翅膀呢 對我來講呢 那個Key就是有點偏高 可以唱別的 就是要我唱的話 可能也可能會跟委員差不多 我終於落到 所有紅酒都發光 有些就是 仆名們可能對我的印象 還在就是 可能很像委員的部分啊 那我會努力就是朝別的方向 或是有些自己的作品 讓大家看到就是不一樣的我 剛剛聽過了高嘉瑜的歌聲 剛剛聽過了高嘉瑜的歌聲 那我們也來聽聽小應的歌聲是如何 放手應該一念 誰都不要說抱歉 後來虧欠 我敢給就跟 薪水盡頭前面 是從現在的我們 在落海流著淚生死禮節 喔 香菱帶著我們飛翔 喔 香菱紅柱大牆 喔 大漠登場經典全場 喔 大漠紅柱大牆 中文字出現在十年 中文字出現在十年 aine